失去来到春末光丰地区太巴朗建筍农产产季接近尾声 光丰地区农会常年协助农民推广行销 尤其辅导农民在产区台九县光复段涉谈自产自销更是不遗余力 而随着产季的结束农会也重新解讨调整相关的产销面向 希望明年产季时提供农民更完善周全的产销服务 华林县3月限定的部落农特产建筍现在产季进入尾声 不过在建筍产区台九县光复段两旁 仍可见建筍摊暂时展售 来会摆建筍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老老父母 年轻人都到外面去打拼了 你老的建筍采了你怎么办 市场也卖没有多少只好靠路边的外客帮忙而已 建筍农指出今年受到了气候影响 建筍产量减少将近三分之二 农民借着在产区主要道路两侧涉滩至产自销来增加农产收入 而常年协助部落农民推广行销在地建筍农特产的光丰地区农会 不仅前进都会地区展售 也免费提供农民帐篷在产区台九县道两旁涉滩销售 而随着产季接近尾声 农会也针对了今年度的产销工作与农民进行检讨调整 今年我们季节性的产业建筑笋也慢慢的进入尾声 在这边感谢各界对我们的建筑笋 还有农产的支持跟选购 年度我们也针对我们的产销工作 做一些检讨跟改进 每一年到三四月的时候 我们台九县光复断的我们的损农 都会自主性的去做一些自产自销 这边也感谢我们的公路单位警察机关 体恤农民的辛劳跟给予协助 我想今年的产销部分 我们也听取农民的建议 会做部分的修正跟调整 明年度我们想说会提供更安全的一些产销服务 来增加农民的收益 每年三四月份建筍产季期间 部落农民沿着台九县涉滩施建筍将近三十多年 农会听取农民的建议 未来将针对路权的申请 摊位管理及环境维护 交通安全等等的议题重新检讨调整 希望农民也能遵守配合之外 计划在明年产季实施时 提供农民消费者以及相关主管机关 更完善周全的产销服务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